到了这个最后一步曲 我们可以看到肝脏就开始长了一颗一颗的肿瘤 一点一滴清洗肝脏肝癌来得无声无息 由于初期几乎毫无症状 因此不易被察觉 还被称作沉默的杀手 所以即便三步曲走完 走到了肝硬化或者是像肝肿瘤 都长了东西的病患 也都还没有明确的感觉 应该一般的人都是对于这种不容易察觉的癌症 都应该是蛮担心的 根据卫福部统计 肝癌高居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的第二位 111年就夺走了7781条性命 包括香港影星吴梦达 资深艺人菜头 前中华职棒兄弟相总教练王光辉 都曾因为肝癌夺命 研究是到了差不多五年 其实就有一定比例的患者 他就有复发的风险 有固定的去把这个病毒给压抑到 完全测不到的这个水准 都很有机会可以降低这个肝癌发生率 在亚洲肝癌的主要原因 大多是罹患B型C型肝炎 另外长期喝酒引发酒精性肝炎 有肝硬化以及肝癌家族死的人 也是高风险族群 由于肝是没有大神经的器官 等到出现吐血黄胆急性腹痛 体重减轻等症状 通常都已经是肝癌晚期 经常检查官应该不至于吧 应该可以找一方 如果除非是那些爱喝酒的人 那就没有办法 当你知道自己有慢性肝炎 不管你是B肝或者C肝 都应该要定时的做检查 我们建议是起码每半年 就要做一次固定的追踪 如果本身就是高风险族群 务必定期追踪治疗 包括抽鞋 检验肝功能 还要搭配超音波 检查肝脏外观 才能早期发现提早治疗 欢迎新闻 陈世雄 邱子玲 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